台风外围环流持续发挥 高雄青城降下豪大雨 造成多处的道路积水 在仁武区的城关路 积水就高达15公分高 民众涉水通勤 险向还生 而在台29线77公里处的 骑山路段也发生了积水 一度是造成一辆乡行车 进水受困 连线给记者吴美轩 好 主播各位观众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高雄一早降下豪雨 那么在仁武地区呢 三个小时累积雨量 突破60毫米 也让城关路因为积水 宣泄不及淹成小河 而上班通行的汽机车 统统都只能涉水通行 附近的店家也是忧心忡忡 就怕积水淹进店内 来听听看附近的店家怎么说 好的 可以听到附近店家说 只要下大雨 周边道路就会积水 而目前城关路上最外侧 车道积水已达15公分高 那么也有骑士担心车辆 熄火是改以牵车的方式通行 而当地的警方也来到现场 只会交通并且封闭这个 最外侧车道 就怕民众通行的时候 会发生熄火意外 另外在骑山台29线 77公里处 也因为强降雨出现 路面积水状况 那么早上一度 还有一辆乡行车 因为进水受困 而目前警方也已经来到 现场摆放交通锥 暂时封闭南下车道 也提醒民众 雨天外出 千万要注意交通安全 以上是我们找到最新情形 将神交还棚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